首先是博派方 柯博文 擎天柱 Optimus Prime 这版的OP基本上保留了上一部大黄蜂的外形 但是外表的色泽比起大黄蜂版的阴暗色调 更显得明亮不少 载具形态有别于大黄蜂的妈门型霍卡 这次回归了G1时期最经典的FL型脱柜卡车 而造型方面也看得出官方想利用麦可贝时期的碎片式结构 来重新整合G1时期的外观 来重现麦可贝时期的动感 但我很想吐槽这版OP从手中伸出的离子爆破枪Ion Blaster 因为在前面6部真的版OP的远距式武装 几乎都是从身上抽出枪炮 而这次显然有意模仿2010年的经典动画领袖之阵Prime 那种从手中直接伸出枪支的机构设计 但问题是我看到伸出来这支不合比利安工学构造的离子爆破枪 就是有点别扭 还是说直接用外星科技和赛博坦扩缩技术来解释就完事啦 幻影 Mirage 其实幻影早在变3就已经出现过了 但是海之宝当时被法拉利公司施压缩 不希望自家的品牌被注册为海之宝的玩具标签 因此制作官方当时不得已 把他的名字改成迪诺Dino 迪诺这名字刚好是法拉利创始人儿子的名字 在以往的真人室系列 往往都是大黄蜂来担任博派里的抢风头角色 但从预告来看 这是官方首次有意提拔其他的角色为主角来吸引心粉 只要人设搞得好就没有问题 最终骑士的失败就是最好的前车之剑 把每位博派的戏份处理得最好的我只认辨4 有别于变3时期的法拉利 这版幻影的载具是一台和G1时期的爵士相仿的保时捷跑车 从人设来看 这版的幻影有别于变3的狂战士形象 跟大黄蜂一样都是年少轻狂的小伙子 在变3中他没有使用他最经典的技能 也就是隐身术 这技能只在变3的游戏中可以让玩家使用 此外在片中他使用的分身投影技术 这原本是G1时期探长的技能 因此这版的幻影不只在居安人形上融合了爵士 他的能力方面也包含了探长的影子 至于大黄蜂的人设无需再赘述 而这次的载具改成一台越野式的Z28卡麦罗跑车 有别于上一部大黄蜂的经典金龟车那种可爱风格 这次在麦可贝时期一样开始走冲刺型的路线 从预告来看 蜂这次的戏份比较没有那么吃重 看来只保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平均分配了 千金鼎 第三度登场于真人世界观的角色 在上一部大黄蜂有别于麦可贝时期那种 看着很别扭的爱因斯坦 或者应该说文弱的科学家形象 说他很弱不经风老实说也很不正确 因为麦可贝版的老千在范围漫画战斗力是很强的 大黄蜂版的老千好不容易回归G1时期的风格 但这次官方不知道怎么想的 虽然我是很喜欢角色被赋予性的形象 但人家在大黄蜂的造型本来就很好看 而这个只能用面目全非来形容 这个人形和配色 已经完全看不出跟大黄蜂的老千是同一个人 还是保尼这次的人设最好打包票做得很好 不然你就等着扑街了 雅西RC 第三度于真人是登场的博派经典女性金刚 必须说这版的雅西比上一集要好看不少 完全还原G1时期那种致敬丽雅公主的形象 但是这面部表情不知道是渲染还没完成还是怎样的 看着也是很别扭 这版雅西还有一只一样特殊的设计 平时它两颗轮胎都是背在背上 但只要进行冲刺战斗时 轮胎就会转移到双脚上 轮胎取代双脚的设定应该是致敬麦可贝变恶的雅西 在剧方面虽然不是老粉熟悉的赛博滩跑车 但是毕竟领袖之政的影响力太大了 额外差一嘴 本来雅西很早就设定 会在2007年的真人第一部和大黄蜂一起登场 但问题是麦可贝本人很讨厌女性金刚 就直接把她给刷掉了 希望最近崛起的女权 能让女性金刚得到应有的地位 平流层Stratosphere 在麦可贝实习真人第二部的玩具有登场 在番外漫画和电玩也有出现 原本变乐的上海之战有她的戏份 但是因为经费全给了大力神的因素而没能登场 麦可贝版的平流层玩具 可以推算她的身高估计有50公尺 载具是一台能搭载多台金刚的运输机 而这回她的载具形态 是一架C-119 Flying Box Car的双奖运输机 人型外观和天火一样都是老头子 在本片和大黄蜂应该只是单任支援的角色 估计戏份也不会太多 自远古时期就是定居在地球的野兽金刚派系 极限金刚Maximus的领导者 其实麦可贝第五部原本有一张金刚王的概念图 从概念图的体型比例可以看出 金刚王是属于怪兽等级的赛星人 主要是由于当时华纳的怪兽宇宙 开启了一波怪兽潮 而原本的真人士是由于朝着怪兽大战争的目标迈进的 虽然这回金刚王和所有野兽金刚的造型 比麦可贝时期缩水了许多 但在片中他们的体型还是比普通赛星人大了几号 其中最早的海报有释出 带着有机皮毛的金刚王海报 但是后来有机皮毛的部分后来在预告中没有出现 看来派拉们很有可能不想重蹈猫的复彻 不过很有可能在正片中我们有机会 看到他们用卫装投影出来的毛发 这本版金刚王的个性和原作动画相比也更严肃的些 没有那种在动画里优柔寡断和蔼的性格 不过我很想吐槽金刚王变成人情的方式 感觉很敷衍 虽然有狂战士的那种味道 但是我更想看到的是原作版的造型 结合复杂精密基建的设计 极限金刚的成员之一 从名字就能知道他的野兽形态是一只花豹 在原作是很逗趣幽默讨喜的角色 和大黄蜂一样都是吉祥物等级的人物 最早Bob Wiggins的设计概念图 豹子头就是一只纯纯的机械猎豹 人心也更像麦可贝风格的碎片式造型 而绝丁岸的外观更像融合现实的花豹 极限金刚的女性成员 野兽形态也是一只有准 片中有出现她有喷涂火焰的能力 她是本作少数人情外观符合原作的角色之一 变成人形时有两把短剑作为武器 而飞剑也是首次由亚裔女性来帮真能版配音的角色 蟋蟋是金刚王身边的军事和重装兵 在原作和补属器Wattrap 是极限金刚的制囊团 定位跟铁皮一样都是厚重陈文精鸣干链的角色 从名字一看马上就知道 这家伙是一头机械犀牛 从玩具来看,蟋蟀的武器是将屁股分开后伸出的一把盖特林机枪 看来这导演和麦可贝一样都有同样的恶趣味 生由David Soborov,在领袖之政Prime,有帮震荡波配音 在上一集大黄蜂也有帮闪电Blitzwing配音 而这次他也帮龙头战队恐兽金刚的角色Crental Battletrap配声 瘟疫天灾Scorch 本片的主要反派,龙头部队恐兽金刚Terracons的首领兼赏金猎人 专门提命于他人去狩猎博狂的成员 有别于原作G1时期葛威龙金破天侧边的使徒形象 这版人瘟疫不仅结合了2001年的动画随时变形状Walbust in Disguise 当双邪恶版的OP,也就是邪神至尊的设定 而人物的外观上还结合了IDW世界观的狂派审判小组的首领塔恩的造型 还有一点很有趣,瘟疫脸上戴的面罩,本身就是孔兽金刚的标志 致敬的塔恩头上戴的狂派面罩 瘟疫的载具形态是一台狂野的fighting型卡车 车上还能搭载一只孔兽小兵小双兵freezer来担任附加攻击武器 夜莺Nightbird 孔兽金刚的女性成员 很有意思的是夜莺在原作G1动画 是个仅登场一集的龙套配角 原设是一尊日本科学家打造出来的忍者人形机械人 在过去这角色在其他作品的戏份非常的少 近期有在2018年的动画赛博制Cyververse有过登场 而这是夜莺首次在作品中担任重量级的角色 再具是一台改装的跑车 人物外形和G1时期一样类似一位女武士 手持着两把红灯泥红斗 而且由于现在西方政治正确非常泛滥 我敢赌最后这家伙会被雅系或是飞剑给打倒 圈套Battletrap 目前有关他的资料很少 再具是一台GMC型拖曳卡车 在原作G1漫威漫画 他还有一个兄弟叫天剑Skytrade 都是二合一战士DropCon的成员 武器是手持的流星锤 很有意思的是在原本玩具盒子的插图上 他的额头有狂派的标志 到底是作画失误 还是他本来是狂派的成员 后来倒戈到瘟疫的旗下呢 只能等我们欣赏电影时答案才能揭晓 小双兵Freezer 外形很有真人第一部迷乱Frenzy的风格 目前资料很少 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恐兽金刚的小兵 而且不止一只 如同前面所说 他是瘟疫载具形态搭载的雷射炮 运输、运转、Transit 载具是一台巴士 跟圈套一样额头都有狂派标志 所以到底他在本片会以狂派身份登场 还是跟圈套一样都是倒戈的骑枪派 只能等欣赏电影才能知道 从外形来看估计是个龙套 不过应该有更多人关心究竟密卡登威震天 也就是老M 还有他的后一野兽班老M 又称为恐龙王 会不会以彩蛋或是隐藏变乱来出现呢 原本在2018年大黄蜂电影的翻外漫画中有揭露 老M延续麦可悲世界观 是被冰封在胡佛大坝 但如今大黄蜂官方已确认为重启 而新版的老M造型也已经确定会融合G1和复杂版的机设 未来他跟OP的战斗或许未来可期哦 好了 那以上这15位就是万兽崛起 狂兽崛起 Wise of the Beast将会登场的角色 对了2024年的新CG动画电影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剧情会围绕在OP案老M之间的恩怨纠葛 到底老M为何会组织狂派发动叛变 也将会在这部片中揭晓 最后请各位先看过频道页面跟资讯栏之后 再决定是否要订阅 那咱们下回见哦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